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獎 悠閒午後時光 在台北市東區知名書店逛街 卻突然被這樣的聲響 吸引過去 就看到這名身穿黑色衣服的富人 站在服務台前 對著店員破口大罵 縱使一旁圍觀的路人越來越多 富人卻是越罵越兇 我去你的店喝一杯水 就被你白眼 你不是說要貴嗎 你為了救大家 不是嗎 你不是很有英雄精神嗎 來啊 指著地板要求店員下跪道歉 這樣的舉動就連路人都看不下去 富人算是店內常客也是員工之間私下討論的黑名單 誇張舉動已經不是第一次 去年就曾在店內消費喝酒鬧事 這回為了藥水喝遭店員白眼引發糾紛 警方道場發現富人身上沒有酒味 經過雙方詢問之後 店員表示要保留追溯權 大概整層都聽得到連保全都來了 然後他還是沒有安靜 還是繼續吵 業者低調回應 已經在第一時間進行了解 並提供必要的處理和協助 雖說服務業以客為尊 但是動不動就要下跪道歉 這樣的要求恐怕也讓人覺得太超過了點 記者劉浪和蕭鎮李嘉明 溫思涵台北報導